生活中一些不起眼的器具往往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昨天下午五点半在延城大峰河口北小区 本来是供老人健身的设施 却把一个七岁的小男孩给卡住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 小男孩的头部被套在健身器材内 这进去容易出来难 自己怎么也生不出来 消防队员立即决定用液压钳剪断器材 家长用衣服遮住小孩头部防止发生意外 等一下 几分钟后七彩被成功切断 男人童顺利脱困